中英学校于公元1915年创立 创校初期只有一间简陋课室及一位老师 当时定名为金桥学校 首任校长为张炳中仙辈 由于当时教育不普及 因此学生人数不及20人 至1939年 人数才增至百米 校舍也增建一间 1941年10月 日军南清 本周受战火影像 学校只好停办 1942年 日军将本校改名为亚比第二公民学校 以日语教学至1945年8月 日军投降 本校于1946年复办 恢复校名为官吏金桥小学 全部课程 以华语教学校长为韩林区 1953年 韩校长因病停职 由聂宝荣先生代校长一职 1954年 由黄玉德先生接棒 1953年 中正光先生继任校长 学生人数已增至280人 教师也有15位 1995年 中校长荣修 由阳气地副校长代职 1997年 刑以兴校长长校 当时学生人数积增至600位 教师人数也增至30位 1999年 启用新校舍 期间包括电脑室 资讯室 教员办公室 行政室及立堂 同年 刑以兴校长要任夏南南伊南校学 由严梅丽校长接任 2002年 由政府拨款建设的电脑资讯室 正式启用 并恭请当时副首相 YAB拿督阿督拉巴达威主持开幕仪式 2003年 教部在本校开办一班为数 25人的学前教育班 2004年 获得本周资讯及公寓发展部长 也是本校法律顾问 YB拿督于莫哉医生 拨款改建校门及批巴 2005年 YB拿督于莫哉医生 再次拨款建访车艇 同年8月尾 严梅丽校长荣修 由王贵芳校长接任 学校也在当时设立了科学室 及辅导室 2006年 设立保安庭以维持学校治安 2008年 YB拿督于莫哉医生 三度拨款建 多用途摩洞凉棚及篮球场 2009年 2009年 学校安装闭路电视 以提升学校治安 2009年8月31日 在大马第九计划下 霍联邦政府拨款建三栋四层楼高校舍 一间礼堂及学前教育班 预计于2011年8月31日建峻 目前本校拥有967名学生 及52位教师 2010年 学校举行网站推介里 由县教育局长主持开幕 同年 校方正式响应环保 实行全校零保利笼和零塑料运动 学校于 2010年 7月20日 开始实践赏识教育 同年 学校开始进行电脑培训课程 此活动由沙巴资源发展 与资讯工艺部 扩展至学校 2011年 本校资料中心 荣获滨南邦县 及亚币区最佳资料中心冠军 同时 本校应届毕业生 成为第一批 披上毕业袍进行毕业典礼的学生 2012年 1月31日 学校行政权 从滨南邦移交至亚币区教育局 同年 本校秉着赏识理念 正式加入爱心计划学校 并成为东马首尖华校 加入爱心计划学校行列 2012年5月 移交第一期 两栋四层楼客室 及一间礼堂的新校舍 2013年4月 设立版独角落 并由赞助人 拿督神清育 主持开幕仪式 在嘉协主席 张书林医生 及嘉协理事 积极筹款下 成功设立 两间精明客室 并于10月9日 正式启用 同年 本校获得亚币市政厅荣班 零垃圾学校证书 同一天 本校爱心走廊 也由热心赞助家长 William Chee 抗礼主持开幕仪式 2013年 12月10日 移交第二期 移动四层楼行政中心 目前 本校学生 包括学前教育班学生 已达1030人 56位教师 及8位职员 2014年 1月21日 来自中国七校联合 参与的 风夏跨国有学 神山高峰论坛 文化交流会 2014年 5月17日 尊贵的副教育部长 拿督业绢成立临本校 主持新校舍开幕典礼 并与教师们 共庆教师节 2014年 11月4日 时光隧道开幕典礼 由贾碧丹张景成 主持开幕礼 2014年 9月23日 本校资料中心 代表沙巴州 参加全国资料中心大赛 2015年 1月 成功设立 第二时间 KSSR 进行课室 并于3月 正式启用 2015年 6月 推展网上查询成绩 即 100周年 纪念品 钥匙圈 2015年 11月14日 本校几大机构 上下同心 在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之下 让会百年季运 展中英风采 圆满 若木 并且 获得各界知名人士的好评 2016年 8月8日 佩罗州自然史出版社 董事经理 拿渡征昭伦为所赞助的资料中心 佩罗州资料展主持开幕 2016年 9月27日 拿丁周赖秀琼主持 21世纪学习角落开幕典礼 2017年 2月8日 牧阳区州议员 YB 邱庆州 赞助其主持 通网球场的 折鹏走廊移交仪式 2017年 3月31日 大马永迅能源发展机构主席 拿渡于诺仔医生 为本校树莓派市 主持开幕及推展令